政府为了遏止哄台房价因此推出实价登陆等措施 近期内政部公告将装潢费、重建费等部属于交易价格的费用 列入实价登陆必要申报资料 为此新军事政府地证处解释 交易总价如果包含了土地、房屋以及车位以外的金额时 才需要在申报时特别在备注栏载名 内政部在8月25号开始 因为有民众故意透过那个价格 垫高价格去做实价登陆的申报 这个会影响到交易的市场价格 所以内政部在8月25号开始公告要求说 如果你的价格里面有内涵装潢费用 或者是一些仲介费用 或者是增值税 这些相关的税费是你的交易总价里面的一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都必须要再补充申报这个价格的部分 避免市场上对价格有错误的认知 新竹市地政处长曾淑英也提醒民众 不属于交易总价内的项目 像是仲介费、代数费 一般是另外计算收费 如果是内涵在总价内就要登陆 那实价登陆的价格分成价格资讯跟价格以外的资讯 那如果价格资讯的 如果价格资讯如果是申报错误或者是没有申报的话 那会直接开罚 然后开罚3到15万 其他还有价格以外的资讯的话 是会先要求改正以后 如果没有改正才处罚 那价格以外的资讯像 管理组织啊 或者是房子的格局啊 这些比较没有影响到价格的部分 这个都是属于价格以外的资讯 那这个部分都是会 因为影响程度比较轻微 所以财罚金额也比较低 就是6000到3万 提醒大家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呢 就是要如实申报 因为其实这个实价登陆的这个价格呢 到时候其实是可以作为房地合一税 要克税的时候的举证 就是包括你的成本认列 或者是交易价格的部分 这个其实后面都会影响到 相关的克税的税金 新竹市地震处表示 近期有多起实价登陆申报后 自行更正又遭裁罚的案例 假使委由代理人申报 也要主动确认不可疏忽 避免受罚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